來上我們的這個第三課 那我們第三課啊 就是我們之前都教大家 處理這個項量 就是 一長串的數字 那我們從來沒有教大家讀過檔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讀檔 然後接觸一個新的這個物件格式 讓大家慢慢的認識更多阿源 不要忘記上周回圈 那非常非常重要啊 我們今天也會用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 二維以上的一個 就是 我們叫它正列 還記不記得第一堂課的時候 第一堂課的時候我跟大家說 我們的這個 在R語言裡面的物件屬性 總共有三這個種類 第一種是 那個 變數層 第二種是 正列層 第三種是這個列表層 那列表我們還沒教嘛對不對 那 變數你已經很熟悉啦 那 正列就是二維以上的這個結構 那二維以上的結構矩陣就是最常見的阿 那我們 要怎麼 矩陣它 既然是二維以上的結構 它有哪些限制勒 好它要主要有 矩陣跟資料表 矩陣 那個矩陣就是二維的這個 就是叫矩陣 然後三維以上的張亮 那這個 反正你要知道的就是 只要是矩陣或者張亮 我們把它叫array 這種東西啊 它裡面所有的元素都只能是單一種類 舉例來說 你現在在一個矩陣裡面 這個 1234567890 這個20不可以是 文字然後其他的數字 它一定要全部都是同個種類 那如果是資料表呢 資料表就比較不一樣 資料表可以允許就是 類似等一下我們會 讀資料表跟你們看啦好不好 類似一個Excel裡面它有第一個 假如說這邊是性別 這邊是年齡 這邊是 姓名 這邊是什麼這樣子 那這個樣子它可以允許每一個column 有不一樣的資料屬性 假如說第一個column是 factor 第二個column是 int 第三個column是 文字之類的 好不好 但是 矩陣跟張亮 它是沒有辦法允許這件事的喔 好 所以它其實就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而已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產生一個矩陣 好我們到這裡來 好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 matrix 我們核心函數就多了一個 matrix是個核心函數 這個matrix常常會用到 為什麼會常用到咧 還記不記得桑傑克最後 我們在 做這個 就是 我們在做這個 找直數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辦法對原始的 原始的數列做一些修正 但是我會另外開一個 answer.x 去記錄它是不是個直數 對不對 好 矩陣也一樣喔 就是我們啊 以後在做一些什麼處理的時候 我們經常要把答案 記錄在一個另外的矩陣 你這個操作非常非常常見了 然後我們再把兩個合起來 變成最後的答案 這個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 這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技術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 matrix這個函數是怎麼做的 matrix這個函數啊 首先 x等於 1到20 這個沒有問題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就是1到20 好接著 matrix這個函數 裡面 小括號裡面有兩個豆點 所以有三個input 哪三個input呢 x1 那代表就是我要填入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我要填入1到20 number of row 4 number of column 5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啊 我的m1 他長相就是1到20填進去 然後roll跟column分別是4乘5 這樣可以吧 好我現在把number of row改成8 這樣walk 也walk喔 填到20這裡之後 因為 你總共只有給20個數嘛對不對 他就repeat了繼續下去了對不對 好 我這邊改7可不可以 他說有一個警告 他填不滿 看起來還是可以了但是 就是不建議這樣子 好不好 不建議但是 看起來還是可以但是不建議 好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就是 呃他的填法是不是都是這樣填 先把column填滿然後再開始填roll 對不對 好如果你這邊下一個新的參數 叫byroll byroll等於true 好注意到了嗎 他就先填roll 再填column 你說我怎麼會知道有這個參數 請你一樣啊這個 help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多少參數 好不好 甚至還有dim names 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再教這些有的沒的啦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這個matrix這個函數 我們要好好熟悉他 好不好 好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如果我們把因子這個我們剛剛是填數值進去嘛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填因子進去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這個 x2 x2他顯然是個因子 我們來看一下x2長什麼樣子 012 012 012 然後這個 levels是012嘛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填進去之後我們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欸 看到雙引號了嗎 這是文字對吧 好所以說 這個 矩陣他是沒有因子矩陣的喔 好我們再換個講法 就是我們本來 在變數層中有的屬性種類 到了矩陣 他沒有完全繼承 他能夠剩下的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你說剩下哪些勒 我跟大家講你們不用計啦好不好 你們就只要 我們 我們就是 你就試試看你把因子轉成 這個矩陣 他會出現什麼你就知道什麼東西允許什麼東西不允許的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這個東西不需要記的 好那接著咧 矩陣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我們需要 學會的 好就是 第一個 矩陣我們會做一些運算嘛 好我們在 這個就是這只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好講真的喔 在這一 就是至少這一個學習的這一門課 如果你有修別的門 別門課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就這一門課來講 矩陣運算沒有那麼重要 不是不重要 會的話還是會比較好 但是 你如果 在這一頁學不會沒有關係 好但是 這個 我們還是來教一下矩陣的這個運算啊 好我們來首先我們先產生一個大X矩陣 這個大X矩陣好他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好然後接著 我們啊這個T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 得到一個轉置矩陣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矩陣是不是被轉置了 好這個 什麼叫轉置矩陣以45度角 為中心然後把它轉置 對不對好我們這邊來試一個 比較 比較 特別的矩陣好N等於3這樣子 好 欸欸欸不不不我這邊要打3我打錯了 好他這個 這個轉置 大概 這樣應該更清楚一點吧 這個轉置怎麼做的應該更清楚 我想 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已經記得非常清楚啦 畢竟高中就有學過轉置矩陣這是什麼東西了嘛對不對 好轉置矩陣 在數學上符號通常右上角會有個大T或小T 這應該可以記住吧 好接下來Solve這個函數 SolveX 好現在SolveX你直接打對現在X做SolveX是不能做的喔 為什麼不能做SolveX是在做他的反矩陣 反矩陣只有方陣才有反矩陣喔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方陣的反矩陣 好 反矩陣在這裡 反矩陣跟矩陣 這個反矩陣是什麼東西啊 他有沒有人記得啊 我們來給大家一點加分的機會好了 下次就直接講好了 不用舉手了 相乘等於I 非常好 那矩陣怎麼相乘你還記得嗎 第一行乘第一列有點複雜好不好 他所謂相乘等於I 就是我們這樣子啦 % 乘% %乘%是矩陣專用的乘法喔 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個是I嘛 I矩陣就是對角線是1剩下是0對不對 好那沒有關係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矩陣的乘法我們要demo一下矩陣的乘法要怎麼做嘛對不對來 我們先產生一個Y 好這裡有個Y矩陣然後這裡有個X矩陣 我們來試試看XXY 他會乘乘什麼樣子 好這個11怎麼出來的 這個11怎麼出來的 來這個 優秀的同學你要不要講一下 這11怎麼出來的 好 這個 這個1 1乘2 加上3乘3對不對 X D前面那個用的是 用的是這裡 對不對 用的是Raw 後面那個矩陣用的是Colent 對吧 所以說這個 矩陣相乘的時候 兩個矩陣要相乘 前面那個矩陣的 Raw 前面那個矩陣的 Colent數跟 後面那個矩陣的Raw的數目 是要這個 完全相等的 不然是沒有辦法乘的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就是向量內積嘛對不對 這兩個向量內積 好那內積 我就是講內積可能又有人 聽不懂了 沒關係 就是 1乘2 加 3乘3 累加起來 好不好 那這格勒 是就怎麼來的 那一樣 1乘4 加 3乘5 加起來 這樣可以 好可以喔 這個 大家應該有抓到那個規律吧 我這樣 你忘記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我們也許你會用到 好不好 好 那 如果你還記不記得乘法 明明就這個 這個 這個數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符號 好我們如果直接用的話 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 直接用你會發生什麼 這就是 暗元素相乘 對不對 每一個相對應的就把它乘起來 暗元素相乘 這個暗元素相乘 雖然說 高中沒有教 覺得這個方法不正規 但其實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暗元素相乘 他搞不好比你用矩陣乘法的機會還要更大一點 好大家只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 其實是可以用到暗元素相乘的 好不好 好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矩陣 來我們 矩陣有哪些 核心函數是要 我們要記的 就是matrix 我們需要記嘛 對不對 再來 Length Length這個函數 Length這個函數問長度嘛 對不對 那矩陣的長度是多少 矩陣的長度就是 他的 總數 每一個 元素的總元素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當然 你還必須記兩個很重要的函數 一個是 Number of raw Nraw 跟Ncolum 這兩個函數為什麼重要 這兩個函數 你會覺得 他好像沒有那麼重要嘛 對不對 好我跟你們講 你們以後啊 讀一個外部的檔案進來之後 Number of raw 是不是經常就是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醫學院的嘛 那個資料通常都是 第一個病人 第二個病人 第三個病人 Colum通常都是 第一個 特徵 然後性別 就是一個特徵 年齡 第二個特徵 第三個特徵 一時代推下去 所以 你讀一個 資料表進來之後 通常Number of raw 如果想要知道人數 就是你要用Number of raw 這個函數 如果你想要知道 有幾個特徵 那你就要用Number of Colum 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這兩個函數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 我們初步在了解 這個 你新讀進來的 大矩陣 它的一個 就是基本的這個 就是 坦數 那你現在 像我們現在示範的時候 都會自己產生那個矩陣 所以你會覺得那沒什麼用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矩陣 我們現在交了矩陣以後 我們最重要的要交什麼 鎖影 對不對 我們上 我們前面 交鎖影是不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我們發現鎖影很好用 對不對 沒有鎖影我們根本不能寫回圈嘛 所以你應該可以了解這件事吧 回圈基本上要靠鎖影了 如果不靠鎖影的話 那個回圈是非常難寫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矩陣的鎖影要怎麼做啊 來矩陣的鎖影 來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 M1講這樣喔 好請你猜一下 這些數字分別是多少 好來看一下 3 4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其實他有給你一些提示 這裡叫3 對吧 第一個數字 這裡是第一個數字 啊這裡是第二個數字 所以3 4 是不是會出現15這個數字 來我們來試一下 3 4 這樣沒有問題 15對吧 25勒 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25在這裡嘛 對不對 來 好18 OK那 41勒 好4 這樣沒有問題 好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來之前 就是上課的時候 這個 我們在做那個向量的鎖影的時候 之前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如果一次要叫出兩個元素 我們在裡面需要用c這個函數 把它框起來 它有沒有印象 如果我們在做向量的 鎖影的時候 我們如果一次要叫出兩個元素 我們要用c這個函數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逗點這個東西顯然被矩陣用掉了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你不加c 你直接在 中框號裡面打逗點 他會以為你在叫矩陣的 第幾個roll 第幾個colum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你會發現就是 雖然看起來好像 在你還沒有非常熟悉他的時候 你覺得 他為什麼不這麼設計 他這麼設計都是有道理 因為在這裡要被矩陣用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還記不記得當初我們在做這個 運算的時候可以是負數 對吧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 試負舉證 我們先交一個 如果我這個4 不用了 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 只有指定 raw 沒有指定column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 run 結果他就整個raw都出來了 這樣可以啊 好那我可不可以 同時指定兩個raw勒 來 4 2 注意喔我故意還把他弄反喔 我故意弄反 我先叫第4個raw再叫第2個raw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 喔喔這個這個 我需要一個逗點 看到了嗎 第4個raw第2個raw 好那你說我剛剛沒有逗點的時候 我到底叫出了什麼 好我叫出了 因為整個舉證他還是可以被視為一個 你看你打lens他還是有 1到20 他還是20個人數嘛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去叫說他的第2個人數跟第4個人數在哪 可是 那其實就是他就是這樣數下來而已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但是舉證我們通常不會用這種方式去叫啦 我們通常都是第幾個raw第幾個color 用標準的用逗點來 去處理 好那我們現在 來 再給大家一個有趣的事啊 在這邊如果有個 -3 -3 那是不是 這個我要叫出來然後第3個color我又不要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非常有趣 第3個color是不是被我去掉了 這樣可以吧 你看逗點的左右兩邊他可以允許同時允許正號跟負號喔 好但如果這邊負 4然後負2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應該是不允許的啦 好不好因為那個 我們之前就學過了嘛 你現在告訴他你要第4個raw 又告訴他不要第3個raw 那時候他覺得不要第2個raw 他覺得這兩個條件衝突了這樣知道吧 你要嘛就這邊全部都負數要嘛就這邊全部都正數 這樣可以 逗點的一邊要全部都滿足這個條件 好所以說 你應該 你可以了解就是這個留白對我們的意義吧對不對 就是 我不對那裡做篩選那我就是全要了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那 我們現在啊 要再來給 幾個 比較 幾個函數來 這些 這個不算是什麼核心函數啦 但是你要知道這兩個對矩陣有這個意義 不算核心函數就是 你不用會也沒有關係好不好 但是會也更好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raw names 我們把m1叫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打 在我們現在的m1長這樣喔 我們現在的m1長這樣 我們對他打raw names的時候 raw names m1等於c abcd 這個cabcd顯然是一個文字項量對不對 文字項量有4個元素 然後我們把它 R等於到raw names raw names就是在這裡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m1 好abcd是不是上去了 本來是 本來是不知道是什麼嘛 現在abcd是不是上去了 好我們再來 color names把它打進去 好現在是不是 raw names跟color names都有了 你說打raw names跟color names有什麼好處 你之後在叫索引的時候 你是可以用raw names跟color names 去把這個你想要叫的地方把它叫出來的喔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當你有名字的時候 就你有raw names跟color names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 文字 透過那個名稱 直接去把 他 獲得那個索引把它叫出來 這樣可以吧 當然你也可以用位置 你現在可不可以 你還是可以用位置喔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三 34 他一樣可以叫出這個數字喔 好不好 還是可以用數字但是 你有了名稱的話你就可以多用文字把它叫出來 好 這個你說 這有什麼好處 有時候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留下那個欄位的名稱 你這邊是性別 你用第七個column 你 半年之後你就看不懂第七個column是什麼 可是你如果留下gender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就很容易了解 那一行在寫什麼東西 這樣了解 所以 有時候會用這個 有時候會用那個 好呢 注意喔 他一樣可以利用索引 columnens的第三個 我想要把它改成zzz 一樣可以把它改掉喔 好這樣可以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不是 這 就是索引 因為我們 之前就已經學過了嘛 索引這個東西是可以把它 拿來就是放在左邊的然後強迫把它蓋掉 這樣可以 好我們現在如果出現一個來第6個 等於 他說不行 為什麼 因為沒有6 為什麼 矩陣他是沒有辦法輕易的擴充的喔 向量才有辦法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學會矩陣的基本運算了嘛 對不對 大家這樣看過之後 沒有什麼 不是很了解 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再複習 這個我們的課都是這樣 我們先做一個介紹 然後我們反正後面練習會重複 不斷練習嘛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沒有給大家練習的時間 等一下就會給大家練習 好 那我們現在來教大家資料表 資料表DataFrame DataFrame是在做什麼勒 我們現在把 我們的 M1 像M1長成這個樣子喔 好我們 強迫這個M1變成DataFrame 變D1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D1長什麼樣子 首先 名字是不是出現了 本來是沒有名字的喔 現在是不是出現名字了 第二個 他長樣子 現在目前看不出來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好啊 可是你問他class class這個我們早就學過啦 D1 M1 他屬性確實是不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屬性有什麼不一樣 好來 首先 在 Raw Nance跟CardNance 這些函數啊 如果我們給的 給這個 Data Data 就是這個DataFrame 繼承的這個 物件 這個 Matrix 他是有Raw Nance跟CardNance的話 那他會直接繼承 所以說 DataFrame 他是一定要有名字 如果沒有名字 他就會給你Default Default名字 Raw就是12345這樣編下去 CardN就是x12345這樣編下去 好 這樣了解了以後 那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去修正 DataFrame 的CardNance呢 可以 我們還是可以強迫 把它修掉 這樣可以 好 接著 我們來 注意一下DataFrame 他優勢在哪裡 我們剛剛講了 Matrix 他只能夠允許所有的元素 都是同個物件屬性 通通都是數字 通通都是文字 對不對 還不可以是因子 因子 改成矩陣之後 會被強迫改成文字 DataFrame 的好處就是 他什麼向量都可以涵蓋 絕對說 首先我們先產生一個 A A等於 TrueFalse TrueFalseFalse 這是一個Logical Logical Factor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產生一個數值 再產生一個 因子 是 看到了這三個都不一樣 對吧 這三個都不一樣 我們把它合併成一個DataFrame 有趣嗎 他三個都是不一樣的屬性 而且 這裡沒有雙引號對吧 所以他看起來很像因子 那我們要怎麼驗證他是因子 來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 所影 我們第一個所影 這是TrueFalseTrueFalseTrueFalse 第二個 數值嘛對不對 第三個 Eveals還在 對吧 Levels還在 而且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去確定 他是一個Factor 他是一個 數值 他是一個Logical 對吧 好那 那他的大 屬性呢 是DataFrame 所以你注意到了沒 DataFrame 他這個東西非常的特別 他是 物件下面有 屬性下面有屬性 我整個屬性叫DataFrame 那我下面 他其實是 有 可能是有不同種的屬性 被涵蓋在裡面 這樣可以 好那 DataFrame 你要叫鎖影的時候 你要叫鎖影的時候 一樣 剛這裡已經叫過鎖影了嘛 對不對 好還有一種方式可以叫鎖影 DataFrame Data 前號 前號啊這邊是不是有 小A小B小C 小A 好是不是出來剛剛那個 小B 小C 好注意就是前號也是一種鎖影的方式 可是這是forDataFrame用的 好那我們來前號D 有沒有D 沒有D 所以他回答你論 對不對 好可是既然這個 他回答你論沒有D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強迫他 DataFrame的D 就是Data裡面的D D本來是沒有東西的喔 他等於 158912 我們再看是Data D是不是被擴增出來了 所以DataFrame是一個 可以允許擴增 欄位的一個 就是 資料屬性 而且他可以允許每一個欄位 他的屬性都完全不一樣 好所以這個 非常的這個 這個就是 等於說這個非常的厲害 好不好 好 我們最後再教 兩個 核心函數 這兩個也是核心函數喔 這兩個核心函數在做什麼的呢 我們先產生一個 X2Y矩陣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的X矩陣長這樣 Y矩陣長這樣 好我們叫Rby Rby就是R R combine R combine 來看一下 RUN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香达Excel 你把不同的這樣 一路往下貼對不對 由上往下貼下去 好另外一個 Cby的 Talent combine 他就是往右貼 好這兩個也非常非常重要喔 我們會經常 我們 之後的 就是課程中 這兩個是核心函數 好所以我們今天教了幾個核心函數 Matrix 對不對 Databrain也是喔 Databrain 你要把他改成Databrain 重要的 好然後 Nraw Ncolum 對不對 Nraw Ncolum Rby的 Cby的 四個 六個核心函數 好這樣 我們這個就是 矩陣有關的 就是 我們在第2層正第2層有關的核心函數 大概就這幾個 這幾個非常的重要 會一直用到一直用到 這樣可以 好那 我來考大家一個問題啊 這個有加分的好不好 來 這個 來請問一下 我剛剛說 合併 Rby的 合併這個 矩陣是用Rby的 Cby的 那合併向量要怎麼合併 有沒有人要講 啊 內積 不是啊你要 至少要講出一個指令嘛 怎麼寫 沒有人想得到 來來來來很好來 那個江神錦 你記錄一下好不好 這些 這兩個都加一下分好不好 這個他 商品嘛 這個 C 非常好啊 剛剛 還有人記得 把C這個函數就是 把很多東西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很多東西合在一起就是 C這個函數嘛 這樣可以 好 這個 不要忘記哦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我 你如果真的想不到 我在問什麼 你要自己的一件事情 這個 我不是教過核心函數 20個以內嗎 請你就再看 你就忘記了 這個東西要用什麼做啊 我想不到 看一下那個你的筆記好不好 那個 你的核心函數就這幾個嘛 你就 這就有點像 10選1 你總是可以選出一個 有一些也看就知道不可能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你可以 猜一下 好 我們終於要做練習一拉 練習要做什麼勒 請你 做出九九懲罰表 這個九九懲罰表 一樣有非常多種方法可以做出來 那 我 你就是 你不要 你不要給我幹這種事喔 就是什麼 C E 然後什麼 你不要給我一個一個操好不好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就是 這個 請你 想個方法 產生九懲罰表 有非常 就是你不要 真的一個一個 你先產生一個什麼 長度為 81的項量 然後你一個一個填 然後把它填入一個矩陣 好不好 這個方法 我們不允許 你總是要有一些巧思去產生啊 我可以跟大家講啊 這產生九懲罰表的方法喔 至少 這個五六種跑不掉啊 好 你們應該會非常有創意的去產生 那我們現在就給大家練習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啊 這個 最 我最期待你們做出來的方法 這個方法很笨 可是這個方法就是 呃 你們必須 要很熟悉 未來才有可能用 也就是先產生一個m矩陣 它等於matrix 好一開始都是0啦 然後nraw 等於9 然後ncolum等於9 好那這樣這個m矩陣 它現在是不是都是空的 對不對好 然後接著啊這個 欸這一格就是1乘1嘛 那這一格就是2乘1嘛對不對 好所以說 最 理想的狀況下我們應該選這樣 m 1 1 是不是等於 1乘1對吧 那m 1 2 是不是等於1乘2 我現在用最笨的方法一步一步做喔 好不好 你們有些人可能會看得很快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還是 期待這樣子 好1乘3 等於1乘3 好依此類推下去對不對 所以 大家發現了什麼 這個會動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會動 這個要從多少動到多少 1動到9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可以怎麼改 來 是不是可以來4 i 1到9 9 然後 我們把這裡改上去 啊第二個要改對不對 好那我們這樣執行一下我們看一下m長什麼樣子 欸是不是m是不是已經 天完第一行了對不對 那接著你發現 有什麼東西還要動 啊這我只是第一行啊 第一個raw啊對不對 第二個raw要怎麼改 我把 所有的1通通通通感2對不對 對吧可以接受嗎 接著咧 再感3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是又可以再抓一個東西出來 好言就是我這裡是j 那是不是4 j 黑銀也是1到9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我用這種方式寫啊 應該就是 呃就是大家就是 呃還沒有跟上了 可能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我們要寫回圈之前 我們都先把 標準範例寫出來 都先寫這樣子不要就是 用鎖印的方式把它寫下來 就是用這種方式寫下來 你用這種方式寫下來 觀察規律再把它包成回圈 這樣會比較簡單 好那這是 標準的第一種解法 也就是 用雙層迴圈解出這個 就是 呃九九層法表 好那我跟你們講 我看到你們同學真的充滿創意啊 我一個一個放好不好 來 第二種來這個M1 等於 那個因為 同學前面看我們做舉證示範的時候 他看到說 來這裡有個M1 欸那這裡是不是 欸這是不是這樣填的 那 欸如果我可以產生一個這樣 一二三四五 然後這兩個按元素相成好像可以得到標準答案嘛對不對 然後我就看到有同學這麼做啦 這個欸 那個 這個 因為我剛剛好像有教過一個函數的擺弱嘛對不對 這個 真的 擺弱 好那這樣子我的M1 M2 欸是不是 欸是不是就是我要這兩個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我M1 乘以M2 欸那這是不是就是九九層法表了 欸這方法很聰明啊好不好 這個 我非常的 開心 有人可以想到這個方法 因為我剛剛 才教百弱 而且我才教一下 欸就想到了 非常開心 好可是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我來我給你們看一下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這個 M1 產生了以後 他說欸這個 欸那不是對四十五度角 對轉嗎 欸所以 還有一個方法 來 T M1 啊就是這樣子 M2也是我想要的那個東西啊 對不對 欸所以 一樣這樣子 M1 乘M2 欸是不是答案也出來了對不對 好來還有最後一個 欸 他發現那這是按元素相成嗎 那我們總是可以用矩陣乘法嘛 對不對 來矩陣乘法就是 比較高階一點啦 好不好來1到9 好X是不是長這樣 來X 那我們來看TX TX 是不是長這樣 那是不是就是 我要9乘1的矩陣 乘一個1乘9的矩陣 所以X放前 % 乘% 放後 然後T X 欸這是不是也會出現一個九九層法表 我覺得這每一種方法都可以啦 好不好 尤其是 尤其是我看到中間這兩個 我覺得實在是太好了 就是 因為他並沒有在我的後面的答案裡面 不過就是 那等於說我 就是 我才剛教嘛 對不對 其實我也是要教一下 但是你們就會了 我覺得非常開心 好 我們就是 大家大概了解了吧 這個 九九層法表其實 就是有非常多種方法可以製造出來 那我們寫程式啊 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只要答案對了 這個過程啊 其實沒那麼重要 跟以前學數學不太一樣啊 好不好 那個 程式會跑 那個 你說那個 欸這個 不管他是怎麼寫的啦 對不對 那個網路上有人發 真男朋友文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是可以知道 那是最重要嘛 對不對 沒有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第二節 要做的是 呃剛剛我們是 這個 對 Matrix 做很好的熟悉了嘛 對不對 我們在對DataFrame做一個很好的熟悉 來 這裡 有個檔案要給你下載 以後啊 這個是我們第一節 遇到這個 要下載檔案的地方 以後你只要看到 要下載檔案 這裡都會有個超連結 這裡 對不對 請你 請你點 點擊 他就可以下載了 點擊就可以下載了 或者 右鍵令存心檔都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 下載了以後 看這份檔案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這是 注意一下他的副檔名是 點CSV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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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辦法讀進來 好他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 這是看起來就像一個 Excel的表格對不對 來這什麼 來這個 這個就是時間嘛 對不對 Device ID 這裡有一堆亂碼 這我看不懂 啊這其實就是不同 策戰的 機器的 編碼 好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有一些什麼 呃 我有點忘記什麼 反正就什麼 PM2.5啊 紫外線指數啊 之類的 這個是 這個是 緯度 這個 這個 探兔是 他在這個時間點 收到資料以後 什麼時候 統一公佈 這個是 中央統一公佈的時間 好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 在那個就是 不同 就是 欸不同策戰他 實際上 測定的這個間隔 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我統一發布 就是最新的一筆 這樣了解吧 欸所以我跟你們講 你們看到 你們看這個data 你們就知道 就是有一些 你們看到 假如說5點半的時候 有 統一的數值 那搞不好是當地策戰 可能是半小時到一小時之內 以前測到的一個數字這樣子 好這樣這樣了解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 以後你就知道這個系統很複雜 好 那我們要把這筆資料給讀進去 我們要怎麼讀 這個 等一下我會 我會一步一步帶你們放 你們要把這個檔案 把它放到 你們的目標是這樣子 你們要把這個檔案放到 放到這裡讓你看得到 讓你看得到 那我這裡我要放 這個是很簡單 我是用線上版的RStudio 你們不是用線上版的 所以等一下 你們必須把那個檔案 下載完了之後 放到 你們在 還記不記得你們開RStudio之後 你們一定要開個project 只要你們開一個project 在 文件 在這個文件這裡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一個 RStudio Project 點進去之後 把那個檔案複製到這裡來 你就會在這裡看到它 我這裡比較簡單 我把它 我用這種方式處理 給你們看 好 等到你看到它之後 你現在看到它了對不對 你看到它了之後 你複製這一行 你要看到它 你再用這一行才有辦法用喔 你就可以讀進來 你就可以在這裡看到它 好 我們現在要讓大家 重複這個動作 我們希望大家 所有人都把檔案讀進來 好不好 我現在把螢幕房給你們 好啦 大家都把檔案讀進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用的函數是read.csv 對不對 這個函數也是核心函數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讀檔 你總是要用它嘛 對不對 你只要用到外部的檔案 你一定是用read.csv這個函數 它有非常多的參數 其中有一個參數 File Encoding等於CP950 這個參數非常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剛剛我說 馬來西亞電腦我真是無能為力啊 因為馬來西亞買的電腦裡面 它就不是給台灣人用的啊 所以它要留繁體中文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它的編碼格式非常的奇怪 這個編碼格式是可以講故事的 我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這個 當初這個電腦在發展的時候 這台灣也想自己發展自己的啊 這個 美國也想發展美國自己的啊 中國大陸也想發展中國大陸自己的啊 好 所以說 但是當然這個英語系國家 是先產生出電腦的 而且英語是比較世界通用的語言 所以說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個 我們講說那個 電腦是用0101去記錄這個 去記錄這個 中文然後英文是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前面那幾個英文字母啊 那大家不管是哪一台電腦 大家的編碼方式 那個 假如大家第一個數 第一個 第一個文字一定是大A 第二個文字絕對是大B 這絕對沒有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啊 假如說英文數字都用完了之後 那請問一下 這個第 假如說第712個字 欸 我是台灣人 我設計電腦的時候 我就覺得繁體中文優先啊 我當然把繁體中文擺在前面啊 我是中國大陸人 我就覺得簡體中文優先啊 我當然把簡體中文擺在前面嘛 那 所以說 這樣的一個不同的編碼方式 它就叫 這個 File Encoding 這樣你們懂意思了嗎 這叫File Encoding 然後台灣人發明出來的 就叫CP950或者是Big5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那如果是中國大陸人 他發明的 他可能就叫別的 所以你的Windows電腦 在不同的地方買到的 你的Default編碼方式就不一樣 你打開別的地區產生的檔案 就很容易亂嘛 好 可是Mac為什麼有解決這個問題呢 因為後來大概在那個時候 大概在1970那附近啊 那大家發展了一陣子說 不行啊 這樣搞不下去啊 那 那所以後來大家出了一個新的編碼方式 叫UTF8 比較新的系統都是用UTF8 當作這個 當作這個 唯一的編碼方式 所以你們看網頁的編碼格式也是UTF8 那個叫萬國嘛 所以後來出產的這個 就是像是 如果你們知道有Linux作為系統 那Mac也是後來出的 他就全部都用UTF8 所以Mac啊 有 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就是你在哪個地方買啊 到每個地方用都是一樣的 只要是Mac 什麼都是相容的 這樣知道吧 那壞處就是啊 這個 那個 Windows市占率就是比較高啊 學校電腦也是Windows啊 別人你的同學電腦也是Windows 他們丟給你的檔案 因為他們是 各種不同編碼方式 編碼出來的 假如說 以台灣的電腦 我們大家通常台灣同學互相給檔案 所以雖然Windows看起來那麼多個版本 可是因為大家買到都同個版本 所以不會有問題 那你Mac那種適應國際的 你反而就覺得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Mac是有這個問題的 好這樣知道啊 所以光讀個檔就非常非常困難了 大家要記住自己的電腦 該怎麼讀檔好不好 好 那你要怎麼 help reader.csv 你可以讓他知道說 這個read.csv裡面有多少參數 好在右邊我們可以看到嘛 對不對 這裡我們就不太一一帶大家 教學了好不好 那問號 問號read.csv也可以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head的這個函數 head的這個函數啊 呃 說不上是核心函數啦 就是他的使用率也沒有那麼高 欸 他不是 你不會他 你不會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他是蠻常用的喔 因為你把一個檔案讀進來 你現在直接把dataprint出來 像這個檔案只有28個RAW 那當然 你看起來還不算太吃力對不對 那如果你以後讀個檔案進來 100萬個RAW怎麼辦 那你的電腦不是跑不完了嗎 所以head這個函數很重要 他可以看前六個RAW 那問題是前六個RAW 為什麼我說他不是核心函數 前六個RAW你不是還可以這樣看嗎 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核心函數 但他很方便 所以我們還是三不五十還是記一下 好 那第二個 這個還有一個函數叫summary summary這個函數也不是核心函數 要講真的啦 就是一個檔案讀進來 你summary知道說 他的每一個RAW他分別是什麼 欸這個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不對 這個summary這個函數啊 其實用處也沒有那麼大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 呃我們不用特別記 但是我們要知道有這個東西 尤其是head head很常用 但是他是有可替代方式的 好 我們現在啊 要來問大家 我們終於把檔案讀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練習題了 練習題非常的 這個 呃我們不能說他簡單 這個稱不上簡單 因為講真的是有點難的 好 大家我們注意到 辛龍國小重複了 啊那個把國小通都改掉了 那個我沒有辦法 好不好 那個把繁體中文全部改掉了 這個你這題練習題就沒辦法做了 那 辛龍國小重複了 如果你仔細發現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data你如果全部打開 不只辛龍國小重複了 這個 呃我記得是哪個國小啊 啊民生國小也重複了對不對 我們不能老是用人眼檢查 對不對 所以請你試著去檢查 你有沒有重複出現 這件事非常重要嘛對不對 找出重複的 弱 好那我說要怎麼找咧 我們這邊有一些範例語法 就來說 當我要檢查 第五個 score有沒有重複的時候 我要找出第五個score 我是用這種方式嘛 這我可以索引出第五個score 對不對 那我要找他跟前面有沒有重複 前面的是什麼 前面的是 1到4嘛 前面是1到4嘛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看 這個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面 還記不記得一個函數 % in% 好這樣子我問的時候 新龍國小有沒有出現在這裡面 他回答我什麼 沒有 對不對 好可是如果我把4改成5咧 5改成6咧 1到5這裡是不是 這是不是有新龍國小了 那這裡是不是 也是新龍國小我再 RUN一次 他是不是就回答我True了 所以顯然啊 你就是要以這個東西為核心 以這一行為核心 想辦法做一個回圈 讓我知道哪些欄位有重複 這是目標1 哪些弱 哪些弱 哪些弱是重複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第二個 目標2是 你知道重複了以後 你需要多創造一個欄位 標記這一列是不是重複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重複了你紀錄下來了 但是我需要有個 我需要有個地方去記錄嘛 這樣可以了解 好然後執行回圈 好就這個樣子 好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要解這題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說這一行語法是關鍵 這一行語法是關鍵對不對 好那這一行語法是關鍵啊 它的關鍵是在於 我這個數字是可變的 對不對 而且是有規律的 好那它可以從 規律從多少開始咧 是不是從i等於2的時候開始 i等於2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i 那這裡是 i-1 那為什麼不可以i等於1咧 因為i等於1 我第一個不用比對阿 第一個 當然是不會有人跟它重複嘛 可以理解嘛 所以說我其實就是 i等於2到i等於2開始 我這樣按的時候 true 那接著咧 好3 4 5 6 應該到5 6的時候才會有問題嘛 對不對 5 6 好看到了嗎 到這裡就回到true了嘛 對不對 好下一個問題是 好這樣回圈我會寫 可是問題是 我必須要把這個答案存下來 對不對 我要怎麼把答案存下來 欸 還記得很久以前我們 上節課不是有一個answer.x嗎 我先re repeat force 很多次嘛 對不對 幾次 是不是nraw nraw這個data次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那個有關 那個就是 呃 這個就是 我有幾個raw我就要檢查幾次嘛 對不對 然後咧 這個answerx的 i個數 我就可以把它取代成這樣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去改變我的answerx 我現在在看一下我的answerx 欸 這個是不是被我改成true了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想法ok 這樣想法ok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我的i回圈 改成從2到多少nraw data 這樣我的answerx 是不是就 欸 這裡有個true 這裡有個true 這代表重複了 好 那你說我要怎麼樣 把它新增成一個變數咧 欸 這個其實也不難嘛 對不對 來 dat 我們前號 前號不是可以增加一個新的變數嗎 前號 dup等於answerx 這樣子的話 我這裡是不是就有 欸 這裡有true 這裡有true 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一個新欄位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咧 欸有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最開始 我們覺得這個answerx 根本就脫褲子放屁嘛 我們先 dup等於force 先從這裡開始 好 dup等於force 現在我的dup全部都是force喔 然後接著咧 欸我要填答案的時候啊 我把它填到 dup就是這個data裡面的第1個raw 哪個column dup 對不對 這樣子我一樣可以把它 呃的這個 這樣我一樣也可以把 這個dup 欸把我們有重複的部分 改成true 這樣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但我的思路啊 這個也許就是 這個 一時間沒有辦法很快的想到啦 不過沒有關係啊 如果你就是願意的話 你回去再稍微看一下 應該不會那麼難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 我們要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可以做到這個 就是找出重複的嘛 對不對 但實際上啊 就在r圓裡面有更簡單的方式去找到重複的啦 就是有個函數叫duplicate 我這邊只是想要 我剛剛這個練習題 只是想要跟大家示範一下 欸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去記說 找重複要用a函數 找什麼要用b函數 做什麼要用c函數 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你們的核心函數 加上回圈的功能 還有鎖影的功能 那足夠把所有事情都做出來 你們要知道那些函數也是透過這些方法去寫出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吧 我們其實 一開始把答案讀進來之後 我直接 我們直接就可以用duplicate data 去產生 欸這兩個就是true 剩下就是沒有duplicate 好我產生完了以後 我的duplicate 欸是不是就是完全一樣的答案 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個我也可以檢查某一個變數是否重複 我剛剛是檢查整個data是否重複 我檢查某一個變數是否重複 那也是也是可以的 我檢查data裡面的school是否重複 其實我剛剛在做的是這件事嘛 我剛剛不是檢查整個data是否重複 好 欸結果咧 這兩個dupe1跟dupe2他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那個真的是不小心多了一筆 好不小心多了一筆 那不是我故意產生的喔 這個那不是我故意產生的 那個是因為 我們那個 那是因為我們那個就是 我們那個側站 就是我剛剛我拿的是真的從政府下載的資料喔 我們的側站在上傳資料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是會 有時候就是會這個就是 就是 同時寫入兩筆 那真的沒有辦法 有時候網路的問題啊還是什麼的 好你如果想要問 有個函數到o equal o equal data裡面的dupe1 跟data裡面的dupe2 如果以後那個很長的時候我們不好直接比嘛 我們可以問他o equal 他如果回答tru就代表兩個完全相等 好各種屬性啊 長度啊位置啊什麼的全部都一樣 好那接著 我們希望把重複的列刪掉 我們重複的列怎麼刪掉咧 我們 這個tru的我們要刪掉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留下force的 對嗎 我們只要留下force的 欸那還記不記得索引 也可以用true跟force來刪索引 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篩弱 我要篩弱嘛對不對 那我要篩弱的話 那他要需要什麼呢 data裡面的dupe dup1 他percent in percent force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只留下 不重複的 這樣可以嗎 還記不記得索引是可以用true跟force來做的喔 那這樣是不是 這是不是就是true跟force的向量 可以接受齁 或者是 等於等於force 或percent in percent 這都可以接受啦 好那有了這樣的一個東西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一個東西叫data.clean 這個data.clean 這個data.clean 這個是不是就是沒有重複的了 我在 我把一個檔案讀進來 在r圓裡面去掉重複的 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寫出去 怎麼寫出去呢 有個函數叫write.csv write.csv data.clean 把它寫出去之後 你在這裡就可以看到monitoring.clean 這個是我們剛剛寫出去的檔案喔 我們把它 你在 你在那個windows建電腦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它用excel打開就好了 哎 你是不是看到了 這是不是 沒有新動國小沒有重複了 好 這樣這樣可以吧 這整個過程 等一下大家完成一次 完成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問題勒 來 你發現了什麼 來練習3你要做什麼 來第一個 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欄位 我不喜歡 第二個是 這裡是不是多了兩個欄位 我也不喜歡 請你把它刪掉 為什麼要把這個刪掉 因為你當初 根本沒有這兩個欄位跟這個欄位啊 對不對 所以你總要想個方法把這個去掉 這樣的檔案才是真的像你打開那個檔案 然後刪了兩行的效果嗎 對不對 好我們請大家 請大家 請大家就是完成這兩件事情好不好 那你小提示是 第一項要求 可以利用help 函數 就是你打 help write.csv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那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什麼 把raw 列名稱去掉 把這一欄去掉 這是有辦法找到的 可是第二個要求啊 第二個要求是 請你利用索引函數找到 第二個要求你找help 是找不到的 你要利用索引把它找到 好我們這題給大家 就是給大家 這一題其實沒有很難啊 我們給大家大概 五到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會給大家答案 然後大家可以留下來練習 好 好那這一題啊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第一個就是你write csv 如果你去查他的這個help這裡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這裡有個raw names 那raw names呢 你上來看的時候 他raw names 他的default是true 所以他當然會輸出那些有沒的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 我如果 在這裡打下 豆點 raw names 的fault 我再寫出去的檔案 我再把它 我再把它下載下來 來 是不是raw names就不見了 沒有raw 那這兩個colum要怎麼刪掉咧 這兩個colum沒有辦法在右邊刪掉 所以我們必須把 data clean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head 他是不是 這兩個 這裡是不是多了兩個colum 對不對 那我就不要 我就鎖引1到123456789 鎖引前9個colum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對data做鎖引 哦 我不是對 我不是下參數哦 我是對data做鎖引 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 是不是就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寫出 乾淨的這個檔案啊 我們再看一下 好那我想 這一題啊 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 你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不要一股腦的就是想說 help裡面去找啊 好不好 想一下自己手上有什麼工具 反正 大家一定要有個自信啊 就是核心函數可以解決任何事情 只是你可能沒有想到而已 那 你努力的想 總是會想到方法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今天的課程其實 你說難也沒有很難啊 但是大家 首先接觸到這個資料表這個格式 然後 matrix 的格式 簡單的資料讀書寫入 help 查詢函數 那我們下一節課要繼續對大家 教大家如何做一些簡單的資料處理 好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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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